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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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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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講一講日本的城市環境設計交流 因為這次的講座裡面 可能會講環境設計的人不多 因為我的專業是環境設計 就是圖木工程、建築設計、景觀設計都包含在一起的 所以可能我今天講的環境設計的內容 可能大家不說的內容 但是請仔細 這個是剛才楊明杰先生也說了很多日本的好吃 然後我繼續講一講 這個是日本的國寶 叫弱中弱外圖 這個是在京都那邊的曝光號的一個很大的繪畫 然後這個是我今天想講的環境設計 日本人對環境的深美觀的元素 可能有一些元素包含在這個裡面的 一個日本人的建築文化的特徵就是木文化 這個木文化當然是從中國傳達過來的 所以我們在咱們在的那個小區裡面 有那個王室設計的那個木結構的那個建築文化 這個也是本來是中國的 然後到這邊 到日本那邊 然後我們日本內部也是自己 一直律律律律律發展了自己的木的技術 然後這個木文化說明的是 我們的那個市內和路邊 不是那個完全分開的 比較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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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變的那個變化 沒有市內、市外的那個 進階 所以呢 這個也是對日本人來說 一種那個 對環境的那個 感覺 對 這個是剛才說的模糊性嘛 對 市內、市外沒有 然後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日本的那個建築物的那個特徵 就是臨時性 這個是我們現在看的是那個舞台 小具場 小具場的話呢 這個的話不是永久性的那個建築物 我們有一些活動的時候 他們做這個 然後過一個星期、兩個星期要拆掉 對 這種臨時性也是現在的我們日本的 日本人對城市的那個 那個聖美館也有一些關係的 所以呢 這個呢 是我自己對日本感覺的那個 他們的聖美館 就是那個斑駁的那個美學 我們叫 就是 說什麼呢 是這樣的 他們的那個 那個 城市 這種繪畫也是 看起來是 很多東西 而且 顏色也不一樣 建築的造型也不一樣 各種各樣的東西 在一起 這樣 聽起來呢 可能 有感覺比較亂 但是呢 說實話 我覺得這個 落中落外島裡面的 這個城市的那個 景觀的話呢 我覺得非常漂亮 而且有一些原則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 這種那個 不同的東西的那個 那個 綜合體的原則 是那個 其他的東西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這個是衣服 以前 張國時代 這個 這個 他穿過的那個衣服 這個也是那個 造型啊 顏色都不一樣 但是 給人感覺 有一種 液體感 然後 這個是日本的那個 傳統的料理 叫 壞食料理 這個也是 還是有 比較日本的那個 特點 就是那個 食品啊 菜 菜的顏色 還有那個 小蝶的那個 造型顏色 都不一樣 但是他們的 小蝶 都放在那個 個子裡面 然後 整體來感覺 它是有 一體感 對 這種那個 料理呢 其實一定需要 那個很好的 廚師的那個 存在 如果廚師不好的話呢 他 不知道怎麼弄 可能都是 放那個 同樣的 顏色的那個 視頻 然後看起來 也沒有這麼好看 所以呢 我想說的是 城市景觀設計 環境設計 裡面也 還需要這種 比較了解 這個 城市的 神美觀的 那個 設計師 或者那個 政府 或者那個 計畫師的那個 存在也非常 不可決 但是現在的 日本呢 我覺得 還是有一些問題 斑鵬的城市 到底是真的美麗嗎 這個是那個 日本 東京 郊外的那個 城市景觀 剛才 楊明杰先生 它說明的 日本的風景啊 枯上水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那個 還是其中一部分 現在95%的 那個日本的城市 都這樣 嗯 除了京都 大阪 但是這個是 東京嘛 東京的那個 郊外的部分 對 我覺得這個 沒有漂亮 很亂 對 像那個 今天的那個 上午也有那個 印度的那個 Mumbai的那個 斯拉姆嗎 我感覺這個 有點像那個 那個斯拉姆 對 那個斯拉姆 其實我 四年前也去過 印度的那個 Mumbai的那個 但是那個很好玩 但是這個 不好玩 對 為什麼 現在 在日本的 這種 郊外的區域 或者那個 外地的那個 城市 有這種情況 是 是這樣的 因為日本 國土很少很少 但是 交通發達很厲害 已經有新幹線 而且高速道路也很多 所以呢 很容易把建築的材料 還有工藝 傳給別的區域的 所以現在 全國 中藝化 到處都是一樣的風景 一樣的景觀 對 我猜不到這個是哪個 左小角的那個圖片 是哪個區域 但是 只能說北方 對 因為有雪 但是其他的信息 我都不知道 所以呢 現在 我今天 我想說的是 那個 日本的環境設計 有一些 趨勢 然後 現在我可以說 兩個 keyword 一個是那個 綜合性的設計 這個應該 今天那個 唐先生講的那個 holistic design 有點像這種 那個感覺 對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 公民的自豪感 就是那個 specific pride 原來是那個 建築圖木工程 城市規劃是完全分開的 但是呢 我們覺得 城市家具 可能有一些可能性 跟三個 不同的那個 領域 連接起來 然後做一種 一體的那個 綜合性 綜合體的那個 效果 這個我們叫 城市家具的關係的設計 城市家具的概念 應該 你們應該不知道了吧 這個 英文叫 street furniture 就是那個 然後中文叫 城市家具 或者那個 街道商品 對 然後1970年 大阪的市部會 是那個 好像 日本在那邊 第一個 城市家具的那個 項目 啟動的 紀念的那個 一年 以前 70年以前沒有 這種 城市家具的概念 然後 市部會開的時候呢 那 國家廣設計師 他們呢 覺得 還是我們今天要考慮一下 外面的環境 洗手間 還有這種那個 雨盆 還有座椅 還有垃圾 和煙灰缸 一起要考慮一下 所以 但是 我們 跟他們一起合作 做一些那個 東西 然後呢 70年 開始 系統化 模塊化 也是比較流行的 這個是我們 很早以前 設計的那個 橫濱的那個 城市家具 還有標識的那個設計 對 模塊化 對 然後呢 1990年 開始 差異化 今天 差異化也是有一個 禍題嗎 一個關鍵詞 對 1990年 日本已經開始 城市家具方面 也是跟其他的城市 要差異化 對 然後那個 差異化是什麼 我們的城市 跟其他的城市不同 因為我們有這個東西 有點像這種那個想法 這個是那個 新宿的那個 標識環 東京的那個 市中心的那個 區域 這個是那個一個ring 但是那個 這個ring 裡面有很多功能的 就是那個 熱燈 還有那個 警察用的那個 設備 還有那個 信號燈 還有那個標識 還有那個 一些消防的設備 對 然後為了實現這個 Sign Ring 我們 跟那個 市建福 區建福 杜建福 然後警察 還有 消防 溝通過好多次 然後終於做了一個 這個東西 但是呢 這個流程 工作流程太麻煩 所以呢 後來一個都沒有實現 對 日本人不喜歡麻煩的事情嘛 所以這個也是做好一個 就結束了 對 後來沒有看到這個 然後呢 這個 Signage Ring 其實 比較 還是比較代表 東京的那個 景點 所以呢 現在也有一些 遊客過來看這個 然後 兩年前 三年前嘛 在中國也 上映的 比較有名的那個 電影 日本的動畫片 裡面 也可以看到這個 Signage Ring 你們猜一猜 是什麼電影 你的名字 對 就是 對 下面是那個 電影裡面的那個 對 照片 其實我們的工作 也是有這種那個 做東京的那個 景點的工作 所以 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們的 GK的那個員工 也非常榮幸的 但是 剛才我說明的 1970年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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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些時候呢 其實日本的經濟 一直都不好的 對 已經有三次的那個 危機 對 我希望 20年後 不會有這個的 因為20年 明年我們在東京 有奧運會嘛 但是一般奧運會之後 應該經濟應該很差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 沒關係 我在中國 所以沒關係的 沒有 反正 剛才的那個 還是 差異化 跟其他的 差異化也是 有這種案例 這是那個 長野線 松本城的那個 城市道路 左邊你們可以看到 松本城嗎 這個也是在日本 比較代表的那個 老的城 老的城 對 然後呢 我們設計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設計的是那個 景觀部分 然後但是考慮的是 這個 道路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放東西 去擔住那個 看這個城的那個 市景 對 所以我們的照明 路燈還有座椅 也是都比較矮 矮的 對 就是這樣 對 然後我們京都 也有一些案例的 然後這個京都 大家都知道的 應該比較老的那個 老城市 古城 所以我們做的也是比較沒有那麼太強烈的 還是跟景觀融合的那種 然後這個我們設計的這個 自行車的那個 庭方架也是跟京都的景觀結合一下 然後 然後 亨濱也是 日本比較代表的城市 東京旁邊的 但是 應該東京旁邊 最大的城市 是這個 亨濱 對 所以但是我們也 亨濱也是有港口城市嘛 所以我們設計的 可以感覺到 港口氣氛的設計 嗯 這個也是 對 然後 標識 Signage 的話呢 雖然剛才我們看的是藍色的區域 但是橫濱還是有很多 租源 很多地理特性 所以我們按照四個區域呢 標識的話 區別化 差異化 這個是海邊的 然後這個是海關的 有歷史的那個 倉庫的部分的設計 然後這個是那個CBD的 有政府的 然後這個是那個 山上的那個 有住宅 以前物美人住的那個地方 但是 還是這種那個設計呢 但是 前世家居單獨 建設的那個極限 還是有的 前世 通過前世家居的設計的話 解決不了 前世的問題 他們 他們 現在有到的那個 一些社會上的課題 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改了 新的想法 去做那個 城市 環境的設計 就是說 剛才說的那個 Holistic Design 就是綜合性的設計 對 然後 那現在 以前是左邊的 現在是右邊 對 都要考慮一下 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很多事情 嗯 然後現在 嗯 日本 比較流行的是 右下角的那個 新交通系統 LRT 其實中國已經有很多的 我也去 中國外地的城市看過 然後呢 日本的話 就是 這個也是 2004年 2003年左右開始的 比較 比較早 而且只有一兩個城市 然後其中一個城市呢 我們設計過 對 啊這個不是 這個是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事情 Speak Pride的事情 對 嗯 現在我們 除了那個 Holistic Design以外呢 我們還是覺得 如果沒有 本地的那個住民 沒有參與感 沒有跟那個城市有感情的話呢 我們的工作是白做的 不用做 對 我們的工作還是讓那個 那邊的住民 嗯 可以感覺到 我 我住的地方是 我很喜歡的 我想住在這裡 對 應該大家也現在 住在韓州 所以應該大家 對韓州有 還是有一些那個感情吧 像這個一樣的 對 嗯 然後這個是其他的案例 嗯 韓國的重給重 這個 現在過一下 然後日本朝 現在他們也是 要改造的 為了 能夠 嗯 給 本地的住民 有Speak的 Pride 對 現在是這樣 日本朝 上面有 高架 然後 剛才 嗯 青木先生 的那個PPT 裡面 有一個那個 白頭髮的那個 老年人的照片嗎 他非常討厭這個 嗯 然後他一直說 這個要拆掉 拆掉 然後好像 聽說中午要拆掉的 高架要 拆除 然後他們 會做 這種空間 對 可能中國的話 現在翻過來吧 現在是這樣 然後明年 會有高架 對 這種那個發展的速度 對 所以剛才的韓國的案例也是一樣 他們本來有那個窗 但是他們改起來 下面做高架 現在他們有改的想法 把高架拆掉 然後 然後 回到那個原來的 船河的那個狀態 對 對 可能中國的話 可能也可能會有 將來也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然後 這個是我想說明的那個 富山的那個 LRT的案例 對 這個也是獲得 G-Mark獎的 2005年左右 對 然後 這個工作的話 已經跟富山市工作了15多年 然後 富山市很小很小的城市 對 所以呢 他們現在的問題是 老年人很多 日本現在已經遇到了那個高齡化社會 所以 很多日本人那邊的70%應該是60多歲以上的 很老的 所以他們現在開車也有點危險 所以呢 現在那邊的政府想把整個城市的環境改造一下 然後這種公共交通位置的那個城市 他們想變化一下 然後我們做了車輛設計 外觀 內裝 還有金光設計 還有這個LRT的LOGO VI 還有他們的服裝 全部由我們來做的 這種城市家具也是 然後這種那個廣告是跟本地的那個廣告設置師 平面設置師一起合作 然後這個服務的那個名稱也是我們跟那個住民問一下 然後讓他們選這個方案 然後現在這種那個工險的那個 這種那個金屬片是 一種donation plate 就是那個付錢 然後付錢的話 政府把這個金屬片貼在那個 這個車輛或者那個電梯廳的那個玻璃上 這個是永久性的東西 對 這個是一種那個民眾參與的那個 一種那個說法 對 就這種 然後我們準備了三種那個車輛顏色 白色 銀色 黑色 然後呢 我們的推薦是黑色的 然後結果呢 三個顏色都被採用的 所以現在他們有三輛車 嗯 嗯 但是 嗯 本地的媒體的報紙 他們吐槽了這個黑色有點像 展覽 Cockroach 對 然後他們又吐槽了 展覽在這個路上走一走有點惡心 對 但是呢 我們可以一起相信這個黑色 肯定本地人很喜歡的 結果 黑色這個顏色是現在 最歡迎的那個顏色 然後 他們櫻花的時候也是 跟周圍的那個店鋪 協調一下 然後 我們的車輛上面貼櫻花 然後周圍的店鋪的 那個玻璃上 玻璃牧場上也貼櫻花 然後一起做一些活動 這種那個民眾參與也是比較有效的 對 然後這個是那個火車站的那個電梯廳 後面可以看到的這個綠色的那個 一條一條的東西是這個玻璃的玻璃片 因為這個富山的特產 就是玻璃的那個加工的那個 產業是比較有名的 所以為了 保護他們的那個本地的那個產業 我們採用了這些比較大塊的那個玻璃的那個加工的那個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機會的話 希望到那邊去看一下 這個是日本第一個LRT的業務 對 然後還是我們希望民眾參與啊 還有一些科技術的那個研究開發 來解決富山城市的那個一些問題 對 所以現在我們的工作也是還沒有結束 應該我們還會繼續十年二十年左右 對 應該不會結束的 對 所以城市環境設計是我覺得一輩子要做到的那個事情 謝謝大家